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广西北海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多 我准备要去吃个午饭 现在又经过了特别有名的 北部湾广场 看现在北部湾广场 特别热闹啊 都是叔叔阿姨跳广场舞 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很大一份的烧鸭饭 大家猜这个价格是多少 你看先介绍一下吧 这个是明炉的烤鸭 然后还有半个卤蛋 另外还有一些配菜 像这个白菜啊酸菜 还有黄豆 另外还有一个紫菜汤 总的价格算下来就是10块9 相当的实惠哦 嗯 嗯 放了几口汤 感觉胃特别满 现在真是开心 你看这个 这个烤鸭 特别的薄 就没有那种脂肪啊 就是瘦瘦的那种 吃下肯定很香啊 先来尝一下 给你换肉 嗯 嗯 甜的辣 好香啊 带着一丝丝的甜甜的口感 尤其是它的香 尤其是它的香 这个应该都是越式 烧饭 之前在其他的城市吃 这烤鸭的做法都不一样 口感也不一样 但可能是因为我是广西人 所以我更加喜欢吃两广地区的烤鸭 这个饭浇了酱汁 这个饭浇了酱汁 吃完午饭 又继续慢悠悠的走回来了 现在准备要去蛋糕店 买个小甜点 假期就是不一样 特别热闹啊 看这边小朋友 小朋友的乐园 好香啊 看这个 布里奥斯 不知道是不是核桃布里啊 如果是核桃布里就OK啊 在云南那边要卖十几块呢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这边还有一些小甜点 面包 真香 十块钱三个 这个也好吃 这个不错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钟 准备吃个下午茶 切一下这个核桃布里 有点难切啊 这个包不好弄 这个核桃的量有点少 看着天气 总感觉要下雨 乌云密布的 阴沉沉 下面车来车往 旁边的弟弟在干什么呢 在玩着手机 吃完下午茶 我们就坐在这个阳台上 看看天气 还挺惬意 这两天都是阴云密布的 温度呢相当来说低一些 风吹过来其实有点感觉凉瘦瘦的 我还是喜欢大晴天 哎呀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哦 这两天来北海这边玩的朋友 可能就有点郁闷了 一般来说去海边旅游啊 海边城市旅游最好就是个大晴天 这样海边的风景很好 然后心情好 可以拍出很多的美照 另外的话也可以吃吃喝喝 但如果说像这两天都是这种阴云密布 甚至还会下雨的天气的话 那这海边的景色就是大打折扣了啊 你也就只能说哎出来这边吃吃喝喝 但是如果说下雨的话 像我们这边楼下的夜市搞不好都不开啊 因为下雨嘛是吧 我们这边这一套房子租的位置非常的优越 像楼下就有大型的超市 各种各样的夜市街商业街 旁边还有很多的医院啊学校等等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就很方便 所以这就是我们租这套房子 非常喜欢这一套房子的一个原因了 这两天我们都没有做饭 为什么呢 虽然搬进来了 但是这个厨房用不了啊 目前暂时用不了 因为这个灶台需要重新去拆卸 但目前的话我们没有买工具 工具还在路上 就是那个领的扳手 是在网购的 所以还没买到 这个是新的这个燃气灶 到时候装上去才可以使用 像上面这个抽油烟机 上面应该有一个管道嘛 后面没有了 如果说这个一抽风上面东西就会掉下来 我就临时把它摆上去而已 实际上这个油烟机也得去重新弄好 这个厨房目前的话就是不能使用的状态 所以就没有去做饭了啊 就我们的餐具啊什么都先摆放在这里 等这两天再整一整吧 这两天呢 我就是把电脑放在这里 看书啊 然后办公啊 都是坐在这 还可以啊 我觉得 我们住这套房子 最大的优点也就是空间大了啊 之前在姐姐那个房子里 就是有点拥挤啊 因为只有一居室嘛 但是现在就还好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我出来逆时了 旺旺同学他说他要晚一点就下来 这两天因为不做饭 所以都是在外面吃 老实说 外面就算再怎么诱人 我好像都没有特别有大的食欲啊 像在旁边的凤爪啊 不拨鸡啊 一堆堆的 这个点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看来今晚不会下雨啊 今晚又是热闹的一碗 我准备要买个豆腐花吧 这个豆腐花是我经常买的 因为它是热乎的 不会不是冷饮 再来这个寿司 一块钱一个的寿司 我要个小盒子 要这个 然后鳗鱼 这种的吗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的 这种 对 然后再拿一个 你好像 没有其他的吧 没有其他的吧 这是什么 这是小鱼仔啊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海螺 要这个吧 还有一个 可以了 六块钱 好的 沙拉 就买了个豆腐花 还有寿司 总共十块钱 这个就是我晚餐的量啊 能饱 另外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摊子 没有支起来呢 你看都拉开这个雨棚了 就是怕今晚下雨 所以赶紧把这个棚子拉开 这个是糯米饭 我吃过八块钱 一般吧 然后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些卤味 貌似那个鲜杂橙汁的那个小摊还没出来 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啦 就这么点 但是也够吃 我这两天都是在外面吃的 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很容易上火 像我中午吃的还是一份烧鸭饭 就更佳了 我现在身体很容易就是 但是不舒服就很容易反应出来了 以前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就更加注重健康 注重养生 看来明天还是早上 起早一点去超市 买个骨头啊 排骨啊 或者说鸡肉 直接炖个汤 像这个厨房用不了就算了 先自己包个汤 包个汤还是可以的嘛 是吧 不一定非得要炒菜 就这么办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一期视频 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睡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